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除了各位美和之外 我們更積極尋求民間公司的贊助與支持 六八巨社能力戲劇與這些夥伴一起合作 實為我們的榮幸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這次瑜伽的貴賓 六八巨社藝術總監 許家鋒 許總監 勞工作與生活中心 李德成 李主任 南部蒙人重建院 楊宿端 楊聰監 高雄新路基金會 周更菲 周處長 以優惠檢案我 服務協會負責人 請世成先生 我們可以待會期待 請先生的到來 那麼接下來介紹 職業重建科 楊如一楊科長 國外職業訓練中心 蔡明傑 蔡秘書 中華民國身心中愛者 作業發展 協會秘書長 德國黑暗對話社會企業南區中心 陳一萍 陳經理 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展覽課 李應生 李克強 那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六八巨社的 藝術總監 許家鋒 許總監 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現場的長官 貴賓 以及媒體記者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六八巨社的藝術總監 許家鋒 那同時我也是一名中途的 重度視障者 那很有趣喔 我從上個世紀末 從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開始玩劇場 然後呢 玩了二十年了 然後我也是在幫大大小小的團隊 甚至一些藝術的一些單位 策展 幫忙一些開幕的查會 記者會 那今天比較特別 今天是六八巨社 第一次為自己開的一個記者會 所以其實我心裡是 那種感覺是很難以形容的 那六八巨社從2003年成立 一直到2015年才正式立案 立案之後就沉蒙各個司長的鼓勵跟支持 尤其是今年 2017年 我們推出了看不見的世界 這樣的一個演出製作 那也結合了在地的一些社會單位 跟共產號的一個媒合合作 比如呢 有在台灣已經生根了 超過一家子的盲人重建院 那也有今年正要過30歲 生日的新入基金會 那還有在高雄在地的 在默默付出的一些民間單位 比如像崩德文化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每一個人 每一個單位 在每一個的自己的領域做了許多的事情 社會單位用他們的關懷去傳達愛的人量 那崩德文化用他們的設計去傳達美的能量 那劇團當然就會用我們的創意來傳達我們的藝術的能量 所以在此真的非常謝謝這一群朋友們 可以這樣子的支持劇團 然後共同完成這樣的一個看不見的世界的一個演出 那再來呢 我真的要代表六八巨社 跟李小春 李主任說聲謝謝 那謝謝李主任帶領的勞工博物館的同仁們 跟著我們一起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從一開始1月份 我們就開始討論 4月份我們還有兩場很精彩的一個工作坊 一直到今天整個記者會可以這樣的一個呈現 都是非常的謝謝勞博物館的同仁們一起的努力付出 那尤其大家也可能有看到我們的新聞官也知道 我們5月27日的下午場 其實是我們的公益的場次 那六八巨社未來只要是售票演出 不管有無售票 我們都會推一個公益場次 然後邀請地方的團隊 地方的社補團隊來一起參與 那也因為當時勞博物館聽到這樣子一個消息 其實勞博物館給我們的支持很大 他們說這樣是不夠的 好 這是我是聽團團講的 這樣不夠 那我們演出的那一天 公益演出的那一天 我們會請專業的影像團隊 一起參與這樣的一個公益活動 那一起為這個規模活動留下完美的一個紀錄影像 那所以真的暫時要謝謝李主任以及勞工博物館的同仁 那最後也謝謝記者媒體朋友們的前來 因為說真的真的是我們第一次的記者會 所以我很緊張 對對對 那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今天請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嘉峰 那我們接下來就歡迎老公教育生活中心的李德春旅主任來為我們支持 謝謝 謝謝 我們六八劇社的藝術總監兼這一檔劇的製作人 我們許嘉峰 許總監 還有六八劇團的團長文豪 張文豪團長 好 那我們的就是盲人從天院也是我的老師 我們楊書端 楊總監 然後我們新都經營會的更非處長 然後還有我們黑暗對話 很特殊的名字 陳一平秘書長 我的上級主管機關 我們勞工局 子從科 楊武力 楊科長 還有國訓中心 我的娘家 大家好 明杰 秘書 還有在座的各位媒體記者 女士 先生 朋友大家 午安 大家好 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們在勞工博物館所辦的這個 六八劇團看不見的世界這場演出的記者會 那我想真的是在最近一年當中 我們勞工博物館有相當多 跟視野障礙者有關的一些講座活動 來跟我們的視障團體來合作 來做辦理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在文化部的鼓注之下 我們有一個演出精彩 看見視障工作者的一個特展 那這個展呢 因為真的是演出精彩 所以我們在去年 有得到我們勞工部的最下創業獎 那原本在去年底我們這個展就要結束 那可是也是應我們的視頻朋友要求 還有我們的相關團體的要求 所以我們會展延到今年的6月30號 才會必戰 那只剩下最後一個月 所以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推出相關的活動 那也來協辦這次的六八劇團的演出 然後期待吸引更多的這個市民朋友來參觀我們的展 那我們這個特展其實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說以往我們大家總認為說 這個視覺障礙者 他本身可能就只能做按摩 或者是算命 那我們就是在我們直接重新課協助之下 我們透過這個我們有一個非視覺障礙者的 一個工作田野調查 從這三十幾個我們的非視覺障礙按摩的 非按摩類的這個視覺障礙者的一個 這個個案當中我們挑的7個個案 來做我們整個特展的一個主軸 來告訴我們這個視頻朋友 原來視障者不是只能做按摩 或者是算命 他可以當工程師 也可以當醫師 也可以當律師 各行各業都可以做 甚至可以當我們這個藝術團隊的總監 可以來做表演藝術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其實 可以來翻轉社會大眾一些刻板的印象 那這個從為什麼文化部 還有勞動部會對我們肯定 那主要就是說這對於視障者的勞動平權 有很大的意義 讓大家知道說其實視覺障礙者 透過植物賽設計 透過扶具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讓他們發揮他們的潛力跟能力 完全不輸一般的這個朋友 那所以我想在這個 藉此這個機會 除了我要祝福我們這一次的劇團 也出成功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藉由這個機會 很期待 把握視頻朋友 把握最後一個月的機會 趕快來看展 那最後也祝福我們與會的 會賓夥伴 家庭健康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家庭如意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主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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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在高雄服務大概只有 大概六年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在台北 那時候為什麼會到南部來 總覺得南部這個區塊 在重建的部分其實是比較需要開拓的 所以來這裡 那麼沒有想到說來這邊以後 跟我們老公主的關係也很密切 那其實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是只要是在做生活重建為主 那麼我們也舉辦了很多的就是活動 包括靜態的或者是動態的包括室內跟室外 那麼我想大家最熟悉的 施藏者的能力潛能大概都是音樂啦 歌唱啦 跳舞啦 或者是鋼琴演奏啦 那麼這一部分我們都也有開設一些一部分 那麼我們從前年就開始拓展到戶外的 比如說我們去美術館啦 去圖書館啦 去科工館啦 就是拓展到另外高雄現有的很好的一個資源 你知道是這樣子 在他的中途失眠之後呢 他的社會參與不會被中斷 大家都知道中途失眠之後呢 大部分都是躲在家裡面出不來 所以我們藉由很多的活動來吸引他們出來 那麼這一次跟劇團的一個接觸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第一次的經驗 那麼我想大家也有聽過一個名字叫做展能藝術 就是對身心障礙者 他有現有的能力能夠展現出來 所以呢 在譬如說我們開辦音樂課的時候呢 我們也讓我們每年從今天北中南 我們每年都頒那個音樂的比賽 歌唱比賽 我們覺得實際上的還是一樣跟你我一樣 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參與的工作其實是相同的 我們不應該埋沒他們的潛能 所以每年都有辦這個活動 那麼我們在高雄也成立一個棒球隊了 就是熊霸他們自己稱為熊霸隊 也就是說他有各種藝術天分都可以發展出來 那這一次跟劇團的合作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嘗試 那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工作人員好像也有來參與 因為這是一名忙合作的一個劇團 就是在走位上面 發現跟我們的生活重建的定向行動訓練蠻類似的 我相信演出者在這一次也利用這個機會 也明演員也更能夠了解到 實際上他們在行動上面 只要能夠有特別的訓練之後呢 我相信他們還是一樣 就像剛剛那個文鳳一樣 他也是可以不用人家引導他就走上來了 就是大家一些刻板的印象 當然如果是在陌生的環境 還是需要社會大眾的引導 但是他在熟悉的環境之後呢 就可以行動自如 我相信像這樣一個劇團的演出 其實他是一個在特定的環境之內 然後有各種定位的一個訓練之後呢 一定會演出的相當的精彩 那期待馬面重建業未來也能夠跟劇團有更進步的合作 那說不定也可以在我們的服務的對象裡面發掘 有這樣一個天分的人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歌唱運動 我們最近嘗試一個游泳的一個活動 有兩個個案平常不講話的 可是一進入到游泳池以後就開始講話 就急急扎扎就開始講話了 我們發現說這個游泳隊他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會嘗試 我們很希望嘗試各種不同的一些訓練的方式 來發掘我們世上者的天分 也讓他們能夠種出家庭 然後呢能夠共同參與這個社會的各些活動 那在這邊呢 祝與會的各賓能夠生氣健康 還有呢這一次的展出能夠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高雄青路基金會的周庚非周處長 大家午安 大家已經想說 那新路跟我們 我們先路服務的是智能障礙者 剛剛嘉峰老師也有提到說 我們今年要過30周年的生日這樣子 那我們智障者跟失障者怎麼會都在一起呢 對 那這邊就有一個緣起 那新路他一直都是 就是我們台灣第一個有智能障礙者的家長 自己組成的一個團體 那今年呢 即將慢入30年 那這30年來我們一直很在提倡的就是智能障礙者參與社會 支持障礙者參與社會這件事情 那廣泛來說不只有智能障礙者 包括所有的障礙者 我們都希望能夠有達到一個 我們的一個人權公約 生長的人權公約這樣子的一個 大家都能夠平等的 然後有享有一樣的權益在我們的社區裡面過一樣的生活 那我們跟嘉峰老師結緣是應該大概兩年了吧 我們其實在103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第一次的戲劇公演 那時候是卓民老師知道 那我們也是跟這邊一次勞工局也幫了很多 因為我們第一次的公演就是在R7創意中心 就是我們的那個師匠那邊的勞工藝的中心這樣子 那是我們的智能障礙者 我們第一次的一個戲劇的一個公演 那時候剛好是我們在南區成立的20週年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呢 卓民老師就介紹我們認識的嘉峰老師 那目前嘉峰老師呢 每個禮拜都有一天 就是禮拜三的上午 來幫我們的智能障礙朋友 就是上戲劇課 對 那這個過程很有趣 那我們每一期的報名呢 這個戲劇班呢 從剛開始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欸 智能障礙者怎麼演戲 然後到後來發現 原來可以站上舞台 感覺好像明星喔 大家都覺得 欸 自己好像偶像劇的那個明星這樣子 然後每次只要我們公演完之後 就會大家搶著來報名 那我們這一期的戲劇班 我們這一期的報名剛結束 我昨天今天早上出門前 我問過我們社工 他說額滿了 對 15個人額滿了 對 那目前是由嘉峰老師指導 那這一次的戲裡面 也有一個角色是智能障礙者 對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我們的智能障礙朋友們 在每一次每一年的一個戲劇演出當中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一場公演 不管是大或小 那這兩年都是嘉峰老師的一個 支持 那我們也用了不同的場地 然後對外的一個展演 那每一次都讓參與的服務對象 很有成就感 來看的家長來賓們 大家都很感動 那因為他們在演什麼 他們演的是自己的故事 然後他們就講他們從小到大 然後每一次遇到的一些經歷 然後他們把他們 透過他們的一個親身經歷去演出來 都是很真實很感動人的 包括我們有朋友去演出 他如何想念他過世的親人 然後去演出他 從小到大 他可能對遇到一些不友善的對待 或者是他想要對某些人講的話 那都是由他們自己去 講出他們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生命故事 那我這邊也很感謝嘉峰老師的一個指導 讓帶著我們的這些智能障礙朋友們 其實是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 那在此也預祝我們的一個劇團的演出成功 那也希望能夠讓更多人都能夠看得到 我們障礙者不同的那一面 那跟大家一樣可以過一樣生活的那一面 謝謝 不好意思請問 你是來面試的吧 請坐 不好意思請問椅子在 椅子 椅子在你的右手邊 對 對 再轉左一點點 大概15度角 對 來 我們來喔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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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向左轉 來 往前 往前 對 到了 不好意思喔 請問你是哪一位 我叫阿健 陳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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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有有有 陳康健嘛 呃 這個資料上面寫 你是重度失障者 是嗎 呃 是的 我今天主要是要來 呃 不好意思喔 麻煩你 把墨鏡拿下來一下 好嗎 呃 我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不介意 所以 你是真的 完全都看不見 是的 我有身心障礙手冊 我可以拿給你看 呃 不用了 不用了 我 我 我已經看到了 是這樣子的 我今天主要是來 不好意思 你 可以把墨鏡帶回去 謝謝 那對嗎 這樣比較好看一點嗎 是不是 你知道 我們公司今天是要應徵什麼職務吧 是文案企劃 呃 是 所以 你有辦法打字 呃 我是說 你有辦法寫案子嗎 電腦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之前在我市裡 還在的時候 我曾經在城東電機上班 也當過領班 也當過領班 平常 除了要打一些文案 也要做報表 我有 我有帶我之前做的一些文案 還有一些履歷 可以讓你參考一下 呃 不用不用了 以前的事 我們就不提了嘛 我們講的是現在 那 那你現在就是看不見 你還怎麼打電腦 有語音軟體啊 只要在電腦安裝語音軟體 並且在鍵盤上做了一些記號 哦 我想 你是說像我們手機一樣 用講的 那 可能不行哦 我們公司的電腦啊 都是普通電腦 還沒有這麼先進 不是的 我說的語音軟體是 這樣子好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可以帶著我的筆電來上班 只要公司有網路 我想工作是沒有問題的 哦 這樣啊 嗯 可是 可是 啊 可是你這樣上下班也不太方便嘛 你不要介意哦 我們是為你好 是從你的安全來考量 你看嘛 我們公司出出入路的車那麼多 我們不需要你來上個班 結果發生什麼危險嗎 如果可以的話 也許可以先讓我來試試 只要 只要讓我走過幾次 熟悉這邊的環境 上班是沒有問題的 不只是上班嘛 你怎麼都聽不懂呢 好 好 你看哦 我們公司事情很多 常常要出去跟客戶接架 這些都是要自己跑的 沒有辦法讓你只待在辦公室裡 而且 而且我們實在是沒有多餘的人力來招待你 好 要不然這樣好了 你 先回去 等通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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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我明明在你們的網頁上有讀到 這次有身心障礙保障名額不是嗎 如果可以的話 喔 那個是 我們是有身心障礙保障名額 但是來應徵的人很多 你也知道現在外面活不僅僅 什麼斷手的 缺腿的 貼不見的 啞巴 智障 瞎子 抱歉 我不是在說你 全部都關過我們公司擠 我跟你說 前兩天還有一個 不用了 我知道了 謝謝 等一下 要不然 我們公司 隔壁的隔壁 還有一家腳底按摩溫泉會館 他們最近也在徵人 你可以去試試看嗎 我跟他們老闆很親的 不用了 我知道了 謝謝 等一下 出口在你的前方 來 我們來 來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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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剛才走過 我知道了 欸 什麼態度啊 喂 小莉莉啊 拜託 我們在真文暗計畫 我們在真文暗計畫 你放一個瞎子 你放一個瞎子上來幹什麼 你以為消防器開演唱會啊 你懂不懂什麼叫做裝裝樣子 不要真的摸一個妖魔鬼怪來搞我嘛 好 就算你真的要找身心障礙人士 好歹你也找個像聽說陳妍希的那種 哪怕他沒屁用 我至少可以擺在身邊當花瓶嘛 打電話給葵葵 喂 葵葵喔 嗨 康江哥 葵葵 葵葵 我面試結束了 你可以過來接我了 蛤 我說我面試結束了 你可以過來接我了 我在五湖路這邊 嗯 康江哥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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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記錯了啦 人家以為是明天才要跟你見面 沒關係啊 你現在還是可以來 我等你 嗯 嗯 對不起啦 康江哥 我 我現在人在台南耶 台南 啊 就一個很久不見的同學啊 啊他就莫名其妙今天回國啊 啊 好了好了好了 不用了 沒關係 抱歉啦康江哥 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了 沒關係 不用了 打電話給小心 謝謝 好幾位 平安 麻煩 請 好了 呃 這樣子 而已 burn 不好意思,請問有沒有人可以帶我到附近的捷運站? 請問有沒有人可以帶我到附近的捷運站? 請問有沒有人? 請問 恩愛 非常謝謝俊涵帶來的演出 好,謝謝 看不見的世界是六八巨社生性障礙系列的首部曲 那巨團也從這次製作開始在公益服務上做出回饋 未來六八巨社將在每個製作中選擇其中一個場次做為公益的演出 並邀請地方社會團體一起共襄順取 劇團未來的每一出製作 身邊將來者都將享有本身免費賠同者半價的優惠 那接下來想要請教這次看不見的世界身兼編劇導演 那也是六八巨社的團長 張文豪 張團長 好 想要請教團長 為什麼會選擇身免障礙作為創作的主題 那透過這次製作又有什麼理念想要帶給觀眾的呢 在去年20167月的時候 國家党庭院為了真摯分禮席的議題 那在官方、民間還有議員團體之間引起了被被揚揚的討論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原來部分的議員團體對於身心障礙者進劇場 這件事情他們所包含的想法令我們感到訝異 而對六八而言 我們覺得議員活動應該是歡迎每一個人的參與 包括議員環境 甚至是在我們社會整體環境的建設 它是為了每一個人而存在的 如果要舉個例子 無災空間的設置 和因為我們人口結構高齡化 所以我們需要居家照護服務 它基本理念是一樣的 因為這是每一個應有的權利 而我們不能也無法也不應該去剝奪這項權利 因此在當時六八就立即決定了 永久的身心障礙優惠貨票制度 也就是以後六八的每一項售票性質的演出 那都是身心障礙者免費 陪同者搬家 那除此之外 剛才我們的藝術總監也有介紹 那我們的每一個活動 每一次的演出 都會選擇其中一個場次 來做為身心障礙的專場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將以一年一出之作的方式 來討論和身心障礙相關的議題 我們所做的這些 主要是為了鼓勵 身心障礙的朋友 能夠多多的參與義務活動 能夠更加安心的 放心的享受義務活動 那同時也是希望一般的觀眾 能夠透過戲劇的欣賞 來了解身心障礙這個議題 那由了解出發 達到平等和尊重 那麼在這一次看不見的世界裡面 我們是以視障者的視角來切入 描述一個視障者 他的一個生活 以及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困境 那麼再將這個困境延伸出去 到各種不同類型 社會底層的人物 我們要探討的是 究竟是他們看不見這個世界 還是這個世界對他們視而不見 我們六八只是一個小小的劇團 但是我相信 今天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長官 那麼多的單位 那麼多的嘉賓在這裡相聚 這是因為我們都想做對的事 這是因為我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在做對的事 那麼六八劇團這一次的活動 除了戲劇演出本身以外 我們也製作了特製的紀念活動專屬小標示 那在每個記者資料袋裡面我們都有放置 那除此之外 在這一次的節目單裡面我們也做特別的設計 這一次的節目單有兩百 那其中它我們特別設計了一個QR Code的設置 那只要透過QR Code掃描 就可以了解這書系裡面更詳細的內容 那包括場景的設置 包括人物的介紹 那這些都是為了補助我們的視障朋友 和聽障朋友 能夠更加融入這一次的戲劇演出 那我們有兩百 一百它的QR Code是平面的 一百我們QR Code設計是普通的 那這就是為了方便 視障朋友 他進行掃描 那麼在這裡 代表6-8代表看不見的世界 代表身心障礙者系列 謝謝今天宇慧的嘉賓 謝謝 謝謝團長的分享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今天宇慧的嘉賓 更感謝 一二三 再一次喔 好 一二三 三